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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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问你准备什么时候把你老爸请过来到现场给你助阵 他来不来都无所谓 因为我觉得我来这个舞台就是为了展示我 我又不是为了来展示我爸 他好有个性啊 他要是 谢谢 他要是来的话 OK 很好 就别跟他唱歌之类就行 好 欧凯东心里一定会想 合着我的儿子就是一白眼狼 好 请问你会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 我会带来一个自我觉得特别有创意的 特别酷的一个才艺 我相信大家大部分人都没有看过 我会只用手去完成这一项才艺 好期待哦 好 准备好了 请登上你的舞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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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cky body öld рукиから 열 Rocky body Rocky body Rocky body wow Och Get up 商量 by bwd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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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几岁 到5月9号45 身高 体重 请问 你音响 要给你 给被采访者压力 不是 他得 他得配合我呀 你请问之后 要给人家留空单啊 请问 挺酷的 再来一遍 过眼吧 再来一次 请问 身高 还有体重 也说一下呗 1米82 是在我西班牙 量了5次以后 净身高1米82 75公斤 现在胖了点啊 75了 行 好 请问 你觉得 你儿子之前的表现怎么样 100分能打多少分 95 这么高 看得出来两父子的感情 你很好哎 请问 你觉得 如果你在我这个年纪来参加节目 能表现得比我好吗 如果单纯从这个舞台经验 应该比他能稍微差点 但是如果我也当年有像他这种年龄的话 是把我给我这些机会啊 让我历练一下 我应该不会比他差多少 请问 你觉得自己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缺点是什么 我觉得这个 自己评价自己有点 那你说 我觉得先从缺点说吧 现在去 我觉得缺点真是不多 因为 我跟他其实 现在接触时间也少 因为毕竟 我一个人住在西班牙 然后也 不能老是回来 就这次因为拍节目嘛 那个 运气比较好 可以 回来那个多看看 任泽我打断你 一个人在西班牙 你想 想爸 想妈 想到最厉害的时候 你怎么办 就哭 他很不容易啊 就是 讲实话我的职业的原因 他跟着我一直在动导 北京 大连 去到英国 应该 一个八岁的孩子 到了英国 一个学校 一句话不会说 当一二年 在去西班牙的时候 又是一个人 一句西班牙语不会说 又换中语 但是所有的这一切 他 没有说最后要放弃过 都坚持 所以 我也很 感谢他 没有说 因为我的动荡 这个 这个 表现的不好 不那 这点我应该谢谢儿子 谢谢你 没没嘛 他爸爸真的 很骄傲 好了 不夸你了 回到你的任务 请问 你还记得你对我 最严厉的一次批评 是什么事情吗 其实讲到这儿 我还是 有点些许的内心的 感觉不应该啊 为什么 在英国 在西弗尔德的时候 应该当时九岁 有一回啊 这个这个也是训练完 我就 我就告诉他 我说 你去 颠球吧 颠一百个 颠完了走 其实他当时啊 他才刚刚开始训练 其实已经颠了八九十个 完了他就一直在那颠 一直没到 一个多小时了啊 对我有这种要求 我懂 我也觉得 应该要颠一百个 那就要颠一百个 没有说 你要是人家给你了一个 一个活 你就做一半那不行 对吧 你肯定你把它做好 你也知道 孩子 到了一定的时候啊 你不能再 强逼着他了 不是他不想 他的能力还没到 因为他刚开始 现在我说 我当年十岁的时候 我到八岁队之前 我才颠三十九个球 最后 他真的掉了眼泪 最后还是这个颠倒一百个 当时有可能是因为小 那肯定就那个不高兴 其实润泽是一个 特别特别懂事 和能让自己就是 去坚持这么一个函 这也算是打开了一个 小小的这个 这个一个小心结 我觉得做爸爸 海东特别棒 你爸特别棒 我觉得这时候 当亿万观众面 这么说 我觉得挺不容易的 那就跟他打个小招呼说 说个对不起呗 那儿子心里一会 这个我觉得 没什么必要 但是如果他要说的话 我肯定会接受 因为就是 这个人太客气了 一个长辈跟小孩说 对不起呗 你不能不收 这个真好 是 其实也感谢这期节目 我们会因为这期节目会越来越好沟通 我非常高兴的就是 他从西班牙这次回来 他通过劳动给我一些哥们在西班牙做点翻译 还挣了200欧 结果呢 回来呢 给他妈给他妹都买礼物了 也没给我买点 没有 所以呢 我很 很那个有点 来来来来 稍微的有点 有点遗憾 但是我不怨他 小吃醋 但是 小吃醋 但是呢 他能想得到母亲 他的妹妹 他的亲戚朋友 包括他的爷爷奶奶的话就很好 你错了 你跟我说一遍 第一期节目 我说的 如果你能够取得一点成绩 怎么怎么 你当时怎么回答我呢 我说 我肯定要那个 把 挣来的 这个肯定要给棒 我觉得就是 对于自己来说 最有用料的就是 把我第一份挣的钱 那个给爸爸妈 我觉得他们挺不容易的 郝润泽在舞台上表现出了点点滴滴 呈现出的全都是善良 爱心 责任 担当 全部在他 回到咱们的比赛 作为父亲 海东 把最后的时间给到你 为你的孩子 拉票 就是说我希望大家 支持好日子 是什么呢 对这个孩子今后的成长 给他一些信任 也弥补一点点吧 我这么多年 可能跟他沟通不够些许的 对他的一些亏欠 希望大家能支持他 谢谢你们 我们今天也专门请到一位前辈 他专门录了一段VCR 来看一看 任泽你好 金海叔叔 很久没见了 听你爸爸说呢 你参加了浙江卫视 也不是明星这个节目的录制 希望你能够展现出自己足球以外的特长 能够好好的表现 希望你能够选择好成绩 我会一直关注你 支持你 海叔看好你 谢谢 谢谢 我将让你送给决定负责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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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由三秒天窗粉灯透亮法拉林卡 气垫BB霜独角冠名播出的 我不是明星 本届总冠军将获得非球面镜片 领导品牌明月镜片提供的爱情感双人游 本场优胜者将获得价值5000元的明月镜片大礼包 好蛋糕 没有防腐剂 米老头无防腐剂蛋糕 邀您参与节目互动 迎娶米老头无防腐剂蛋糕礼盒 好我们有请下一位明星子女登台 比赛 大家好 王哥好 你好 我不是明星 我是孟祥 我的父亲是在雪山废狐里饰演狐一刀的孟飞先生 请问 今天已经是你第五次在这个舞台上表演了 你听到过的算是负面的好了 最厉害程度的评价是什么 之前节目播出之后很多朋友都很关心我 然后可能因为他们太关心我了 所以他们就会有一些指责我父亲的言论 那那些言论是让我比较难以接受的 希望大家不要再责难他了 他是个负责任的父亲 好请问上一次你我和所有看那期节目的观众都知道 你爸爸又一次不辞而比 所以你怎么看 我觉得他现在在在情绪的震荡期 那需要给他一些时间 那我相信因为其实他是很关心我 所以这次你有给他发信息说老爸请你来现场为我助阵吗 有我有发讯息就希望他可以来当我的助阵嘉宾 他的回答是 可能是好像他工作太忙了 所以他也没有给我正面的回应 你有为今天的比赛请来助阵嘉宾吗 没有今天我还是一个人来参加比赛 就在此时孟非又一次瞒着儿子来到现场 前两次在倾听儿子新生后 因内疚拒绝上台 我们再这么苦不要让爸爸知道 因为爸爸也有家庭 现在去见他吧 这是他第三次为孟翔助阵 今天他究竟会不会上台 好 孟翔 请登上你的舞台 说到你的父亲 孟非大哥 那会是一种什么概念 对你来说他意味着什么 父亲对我来说 就是一个武侠剧里面的大侠 然后跟大家所认识的明星 他就是一个一个star 一个明星 特别特别忙 也不怎么接触 所以有没有参加 比如说你的毕业典礼啊 有没有参加过 我印象中有一次 也是唯一的一次 然后是在我小学的毕业典礼 我就跟我妈妈说 你问爸爸可不可以也来 我希望你们两个可以参加我的毕业典礼 后来妈妈跟我讲说 爸爸答应了 我好开心 真的好开心 因为我很少见到我爸爸 然后到毕业典礼那一天啊 我在班上坐着 一直等一直等 我实在坐不下去了 我就在停车场里面等爸爸 爸爸没有因为工作而爽约 那最后来了 来了之后呢 我就领着爸爸 到了我的班上去 哇 一到班上 原本啊 很凶的板着脸孔老师 哇 瞬间变成小粉丝 哇 全部都跑上去 哎呀孟非 我可以跟你照相吗 其实那感觉老实说 不是那么的像爸爸 就算爸爸在前面拍照 我都还是有一点点陌生 经过了那么多的考验 网路上的一些风波 我觉得让他很难受 我在换种问法 你稀不希望他上场 当然啦 我一直都很希望可以跟他同台 你觉得他稀不希望自己上场 因为他上场就要给大家来解释吧 我觉得他想上台 绝对是想为帮我助政 帮我加油 我觉得解不解释这问题 其实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我自己清楚知道 知道我的父亲是什么样的人 这样就够了 我刚才用的是假如对不对 不是假如他又来了 啊 对的 但是我真的不确定 连你都不确定 或者连他自己都不确定 他是不是愿意上来 那我现在告诉你梦想非常简单 如果他愿意上来 他此时此刻就应该在 我们的大屏幕后面了 所以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让我们一起期待 我还不知道这次的结果怎么 来 请 打开 打屏幕 你 开大碗会来吗 不会吧 没来 加油 梦翔 加油 梦翔 梦翔大哥 其实我们也知道 很多网友 上您的微博也好 我也知道 有相当一部分网友 也比较不客气 所以最近压力 会非常非常大 是的 我在网页上看到了 我从来没看过 我的粉丝 批评我 甚至于 自责骂我 但是这一次 梦想 上我不是明星这个节目 我也是从节目中得到了 知道我儿子的遭遇 我很难过 我真的错了 你们骂得好 我是一个 私自的父亲 我承认 我疏忽了 哎 儿子 老爸对不起 对不起那面 母子三个 我 我告诉大家 也告诉关心这对父子的网友 这是他第三次来 那今天 孟非大哥 他来到这个舞台上 登上来 面对现场和电视机前 全国的观众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有担当的老弟 他来 就是来认了 但是我也会替我们的网友问 大哥是 跟孩子接触的机会也太少了 其实 我真的很惭愧 我没有很多时间 来陪伴我的儿子 我觉得 我跟他妈妈分开 是大人的事情 小孩子 可怜 每一次去带他两兄弟出去玩 是我开心的开始 父子三人 忘我的玩了一天 把他们送回家 每当大门关上 我回头往楼下走 想真的 泪水忍不住 每一次见面前 无论是做爸爸的 还是做儿子的 特别快乐 但是一结束 又不知道下一次 什么时候再能见到 他们内心也非常的苦 但是导演告诉我 你跟孟翔之间有 一次蛮长时间的 父子俩一块度过的一段故事 是吧 是 前年的12月 我在横店拍戏 他说爸爸 我想来探你的班 我说好啊 你来 住宿有半个月 我们住在一个房 各睡一张床 就是淋漓尽致的 父子相处 我记得有一次偶哥 他白天陪着我拍戏 晚上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聚餐 他知道父亲拍戏太劳累 他知道我是硬撑的 结果他把我的大酒杯抢过来 我说你干什么 他说爸 我很渴 二话不说 一个一个安口 一个一个的 过关战将 结果散局的时候 他还扛我回去 当他扶我做好 靠好的时候 他倒了 不省人事的倒 我把他脱一幅 我把他擦脸 我脱他的鞋子 我脱他的袜子 这么大一双脚 他小脚我都没摸过 这么大一双脚 你们知道吗 一个三十岁的大男人 我是他爸爸 从小我没有帮他 把尿 洗过澡 很多的对不起 很多的珍惜 所以家人血脉之亲 是永远割舍不断的 这才是我们愿意更多 看到和了解到的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 谢谢你们 说了半天他还没比赛 你先告诉我们 你今天是什么样的才艺 其实今天也是带来一首歌 然后会选择这首歌的原因 是因为 觉得我跟妈妈哥哥是个家 爸爸那边也是个家 那这首歌呢 我要唱的是 刘德华的《回家真好》 好 这样孟非大哥 是 那您就在观众席当中 找一个座 一起来欣赏儿子的表演 好 应该的 好 回家 正好 加油 电话不停在吵 老板 老板不停在闹 从逃不开工作标 做完了又来了 怎样也晒不掉 救命令人 回家 回家感觉 正好 别管 失手 纷扰 把一整天的面 走 满河 累的大脑 都往热水里跑 让每一个细胞 忘掉烦恼 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 每一转一挖用爱创造 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报 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 双手能为家人而出藏 啊 多么荣耀那么骄傲 你为我把烦烧 我为你打烧 啊 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 每一转一挖用爱创造 家里人的微笑是我的财报 等回家才知道自己真的重要 双手能为家人而出藏 啊 多么荣耀那么骄傲 你为我把烦烧 我为你打烧 啊 回家的感觉实在真的太好 老大 今天我第一次在节目上唱歌给你听吗 唱得好 我给你妈都是你的城堡啊 我知道 你不会孤独 其实这个城堡 就是安全 金银万贯 都不如 右手牵着爸爸 左手牵着妈妈 其实我有年纪 爸爸在年轻力壮的时候 没有天天抱你背你 我想说 这一刻 我很怀念 我还想背背他 在我有生之年 我这个时候再想背他一下 我也希望你们 要让我完成这个心愿 好吧 好 我觉得与其老爸背我 他不如你背他 不如我背他吧 我觉得这一根世界 不用 真的吗 不用 悠着点啊 悠着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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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 我很幸福 好像真的老了 这叫狐一刀吗 不行 我要让我儿子永远 敬爱这个父亲 是强大的 不管怎么说 爸爸是爱他的 好 你们给我点掌声 我背我儿子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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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在我耳边说了 我先练一下 他说 我也好想背你 可能二十年后 我天天背你 我好感动哦 你让他练习一下吧 来 好 好 是个时光买鞋吧 别打开 别打开 我愿意我一起 换你谁来唱 你想要唱个爸爸 我们为你做些什么 回不出道的关系 说什么 真好 谢谢他 我还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我希望梦想以后 有任何有任何的需求 不要再报喜不报忧了 告诉爸爸 爸爸只要 在能力范围之内的 我一定会让你达成 这个是个人 这个是我在所有的好朋友面前 我承诺的一件事情 你答应了吗 答应吗梦想 好 太好了 好 答应了我们两分子要拨拨手 哈哈哈 好 盖章了 大家看到了 他小脚我都没摸过 什么都还双脚 我是他爸爸 从小我为了让他把死 把尿 洗过澡 很多的对不起 很多的珍惜 爸爸爱你 好 老爸我也爱你 盖了章了 他能不能直接直接帮到你 不知道 但是你得让他知道 好吗 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 掌声再次谢谢 谢谢 谢谢孟明大哥 谢谢 谢谢孟翔为他加油 欢迎收看由 三秒贴桩粉的透亮 法拉林卡 7点米笔双 最佳冠名播出的 我不是明星 本季总冠军将获得 非球面镜片 领导品牌明月镜片 提供的爱情爱双人游 本场优胜者将获得 价值5000元的明月镜片大礼包 好蛋糕 没有防腐剂 米老头无防腐剂蛋糕 邀您参与节目互动 迎娶米老头无防腐剂蛋糕礼盒 来 有请 下一位选手 出场 大家好 我不是明星 我是陈旭 27岁 来自北京 我之前是北京电影学院 表演系的一名学生 我现在是一名演员 请问 你的明星亲人 圈中好友都有哪些 有葛优 张子怡 黎明 高远远 姚晨 这些演员圈的前辈们都得听他们的 啊 为什么都要听他们的 请问 你注意到我刚才问的不是你的明星爸爸或者妈妈我问的是你的明星亲人 所以这个亲人是一位还是有几位 亲人是两位 明星家庭啊 明星家庭啊这是 请问 请你用几个关键词来形容一下你的这两位明星亲人 一位是温柔的女强人 另一位是霸气的暖男 那他们都是谁啊 请问 这两位亲人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 可能是意味着一把大大的保护伞吧 请问 现在请陈旭正式的介绍你这两位明星亲人 我家的两位明星是我的姑姑和我的姑父 不是她的爸爸妈妈 我的姑父是获得嘎那电影节的金棕旅奖和美国金球奖的中国著名导演 陈凯哥 难怪要听她的 我的姑姑是著名演员制片人陈红 陈红 著名女演员制片人陈凯哥 著名导演 1996年陈红和陈凯哥导演注册结婚 婚后陈红渐渐从台前转入幕后 由他担任总制片的电影友 无极 梅兰芳 赵氏孤儿等 请问 你今天有助阵嘉宾来帮你参加首场比赛吗 有 必须有 有一位助阵嘉宾 她也是影视圈的一名大美女 我也叫她姑姑 不是陈红来的吧 我们有请陈旭的这位大美女姑姑出场 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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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欢迎金巧巧 金巧巧 著名影视演员 代表作用春风灿烂热折八戒 西游记的 连排 亲小小孩是一样素跟一样漂亮 不要紧张 姑姑在这 这个姑姑虽然不是亲的 但是因为和她的亲姑姑 这个陈红 红姐是好姐妹 所以我想我称之为姑姑 也不足为过吧 了解了 所以平时也叫姑姑对吧 对 好叫姑姑 那我特别想问到两位 你们要合作带来一段表演 告诉我们是什么 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一首经典老歌 给我一个吻 请登上你们的舞台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吻在我的脸上 有可爱标记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滚在我的心上 让我想念你 突然针着你眼睛 你不答应 我也要向你请求 却不灰心 突然闭着你嘴唇 你没回应 我要向你 我要向你恳求 却不伤心 给我一个吻 可以不可以 没问也没关系 我一样心甘心 给我一个吻 给我一个吻 我无言也可以 飞温飘是甜蜜 我一样感谢你 飞温飘是甜蜜 我一样感谢你 飞温飘是甜蜜 我一样感谢你 大家刚才看到的 这首歌 其实当中有舞的成分 要说到舞 我特别要向大家 隆重介绍 金巧巧同学 绝对是影视演员当中 跳舞最棒 我告诉大家 人家可是科班学芭蕾出身的 所以当然了 这个要不就跳一段吧 来一段 哎 我不好意思 我不好意思提这个要求 哇 她觉得这是真 真的会啊 太美了 真棒 哇 哇 哇 我提起太多来 让我看有点眼 那个那个 那个音响老师 你怎么这样 要不她已经上了 咱们就来 你要是变嘛 就变得测底一点 变到什么音乐 瞧瞧就用什么舞蹈来体现 精江舞 甄嬛 太美丽了 啊 啊 我 啊 啊 太厉害 太厉害 极星都能跳得这么好 真的不简单 这一跳不光舞跳得好 地板好像也干净很多 这弄得实在是 音响老师太不像话 再一次把掌声送给乔乔 刚刚乔乔已经回答了 你来助阵的这个缘由 其实我知道你跟陈红 还有合作过 对不对 对 我们在2000年的时候 拍那个春光灿烂猪八戒 当时我演的是二龙女 然后洪姐演的是嫦娥 那时候在剧组里就经常聊天 那个时候我记得 小戏很小的时候 还去过剧组探班 看一个怎么回事 你怎么又多了个小姑娘 这是你女儿吗 她说不是 是那个侄女 因为从小到大 我就是跟姑姑在一起生活 为什么不跟爸妈住在一起 初中的时候 我姑姑可能觉得 我有表演的天分 然后就把我从老家接到了北京 我就住在姑姑家 有一个小问题想请教一下 姑姑叫陈红 姑父叫陈凯歌 这个我们大家都有如雷贯耳的名字 请问在家里边 他们怎么称谓呢 在家里呢 他们就会互相称呼对方 哥 红 然后就是有我姑父呢 他会经常待在书房 然后我姑姑有时候就在客厅 然后我就听到他俩隔空在那对话 说哎 哥 红就这么对话 你可以学一下 行啊 瞧瞧姑姑咱们来一段呗 情景在线 三 二 一 开始 哎 哥 今天那个该轮到你做饭了 要不你去买点菜呗 红 今天我没有空 我要在家里看书 哎呀 哥 我今天真的很累 而且我也不知道你想要吃什么 要不还是你去吧 我吃什么都行 你做啥 我吃啥 哥 要不这样吧 咱俩一起去买好不好 真是拿你没办法 好吧 我们俩一起去吧 你说这个 你光叫我吃饭 我得问问你了 你这个预算做得怎么样了 这个场景费到底要花多少钱呢 就这样啊 他俩从生活又切换到了工作的模式 我觉得还不如你切换的快的 我刚才在戏里编辑 他就出来旁埋了就 就是这么交流的 对 对 但是我听到出来 感觉好像家里基本上都是你姑姑 对 所以你在家 你比两个弟弟大多少 我比我的大弟弟大12岁 12岁 可是尽管年龄上有这样的差异 你的姑姑感觉就像个小妈一样 我觉得他可能对我的某些方面 比对他两个儿子还要更好 因为他把我接到北京来 就是家里就没有人做饭 所以他就因为我学的做饭 特别难忘的一件事情 就是有一天放学 我就跟同学出去玩了 玩了就是太尽兴了 时间也忘了 而且就是一路玩就一路吃呗 那路边摊什么的 就这么吃回去了 后来我回家 我一推开门 我看见我姑姑还在那等我吃饭 然后我一进去以后 她二话不说 她就赶紧端了那个饭啊菜 我就去煮我饭热菜了 然后我姑姑就在旁边跟我说话 说那个婷婷啊 你今天作业多不多呀 老师有没有批评你 答断抱歉 她教你小名叫什么 婷婷 婷婷 对 你不是叫陈旭吗 这是我的小名 也是我姑姑给我取的 哦 对 取义是等你玉立的意思 婷婷玉立 哦 这个意思 你看都有期盼 都有用心啊 其实生活当中的这些 点滴 她不是我的母亲 但是她胜似我的母亲 婷婷 厉害厉害 我作为一个旁观者 我觉得红姐真的是 对侄女 像真的是 像亲妈妈妈一样 她特别喜欢女孩 因为她两个儿子嘛 我说你那么喜欢女孩 再生一个 她说我不用生了 我有了 就是我 哦 她有一份责任 真的很棒 我把掌声送给她的姑姑 哎 现在就到了最后的时候了 既然作为注定嘉宾 一定不会忘记自己职责 现在把时间留给乔乔 来你为陈旭 为她拉票 我今天来了 有一个特别特别好的礼物 我想送给小旭 这个礼物呢 就是你的姑姑 红姐的一段VCR 因为她有好多好多话 她不想当你的面跟你说 所以她想通过我们 我不是明星 通过这个节目来 轻轻地告诉你 谢谢金翘翘 今天来为我们家婷婷助阵 我们是好闺蜜 好朋友 一切尽在不言中 婷婷 你知道姑姑 为什么对你这么好吗 因为呢 你是离开父母 来到我们家 永远觉得爱你 不够 对你的责任不够 永远有 有这样的一种心态 把你送到这个舞台 其实呢 我是经历过 很多思想斗争的 因为 回想起这么多年 这么疼你 这么爱你 那我一直认为 女孩子呢 是要很 很娇贵地养着 其实呢 我也反省我自己 我觉得 其实可能 这种想法 其实是 有时候是 对你并不是一件好事 今天呢 姑姑呀 当众指出 你一直以来不足的一个地方 一个毛病 你经常说 哎 我对生活 我觉得我很满足了 或者我 我对生活没有更多的要求 我希望通过这个 真人秀的节目呢 能够成为你的 一个新的开始 对自己有个新的发现 能够让自己 更加成长起来 这件事情的意义 就在于此嘛 婷婷 加油 一定要成功 我和你姑父 等着你的好消息 爱之深 折之切 姑姑 谢谢你 从小到大 这么费心费力的 把我拉大 包了不小心 其实有时候 你真的对我 比对自己的孩子好 我都能感觉得到 刚才你也 说了我的毛病 我会通过这个舞台 长大的 我一定不会给你丢脸 我会加油的 姑姑 我爱你 好温暖的一家人 所以我觉得姑姑 真的是出于爱你 才会这么做 但是我想说 你在这舞台上 一定会承受很多 最后你都会发现 其实他们都会对你 今后的人生路而言 全都是正面 谢谢两位 所以现在到了本场 最关键的时候了 准备好 三 二 一 请选择 欢迎收看 由三秒贴桩 粉灯透亮 法拉林卡 气垫BB霜 独家关闭无助的 全国首当 青春励志 真秀节目 我不是明星 现在你说看的是 我们的第六季的 第五场 也就是新的 一轮淘汰赛的第一场 现在我宣布 获得 本场现场观众投票 票数排名第一的 这位选手 他的名字是 是 好人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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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恭喜准泽 获得本场 现场观众投票 排名第二位的 这位明星子女 她是 获得本场 现场观众投票 排名第二位的 这位明星子女 她是 梦翔 再见 小旭 赞列 第三位 好了 这里是 我们是明星 下一场将是 又一次淘汰赛 新的厮杀 马上要开始 锁定浙江卫视 我们是明星 我是欧阁赵勇 下期 我们再会 恭喜任德 来 明月里场 得到冠军 那么要送出 这份由 非球面镜片 领导品牌 明月送出了 大礼包一份 陈凯哥 他是个浪漫的男人吗 不浪漫 我能跟他生活 十八年吗 雪中心 雪中心 雪中国无心 本季 我不是明星总冠军 将获得由 三秒贴装 粉嫩透亮 法兰林卡 七点BB霜提供的 十万元新梦想基金 感谢好一购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更多好商品 请关注第一品质 电视购物好一购 欢迎下载浙江卫视 官方APP蓝朋友 了解更多节目资讯 及收看节目视频 欢迎登陆新浪微博 蓝萌微信 异性优酷土豆网 参与节目互动 感谢蓝天下官网 新蓝网 新浪微博 微信 新浪娱乐 腾讯娱乐 异性百度贴吧 网易娱乐 优酷土豆网 腾讯视频 乐视网 PPTV 信雷看看 风行网 酷6网 360搜索 360影视的平台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感谢瓦莱琳卡 对本节目的独家观看